回来现在是BO7的第五局 对决了 目前双方是2比2占平了 确实如朱亨所说 现在上海EDGM 竟然进行了一个射手龙幻 那更多的其实要看这个 还是得要看中路 明显能不能拿法刺带节奏来 对 用了前四局的一个英雄 像鲁班七号 迪人杰 萌亚 还有鱼七 那这四个的话 就跟游社没有什么关系 对 所以Cewer他这边的英雄 只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我们知道版本的一个变动 让马可波罗很难受 对线本来就是一个烈士 很难发力 只能看有没有公孙黎了 但是现在DYG这局在红色方 他要搬的东西还是很多 可能公孙黎就会放出来 公奔五脏你得占个半位吧 大乔得占个半位 他搬的点太多 鲁班大师这局EDGM是搬了 不给 用过真香不给了 公奔也是 前面几局放出来 他也没有考虑去拿 但是现在考虑到后面的 辅助英雄越来越少了 这种比较强的一个 绑定组合的英雄不能给 然后看一下深圳DYG 大乔还是这样的半位 公孙黎放出来了 帮Silver直接先抢 因为我们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就聊到两支队伍的风格 上海EDGM 他们主要其实还是围绕着 自己的射手在打 像Silver 还有Rock都是他们整个团队 长军击杀最高的两个人 是 来 关羽 加凯 我们前面还跟老王在聊到说 小义这个赛季 他其实没有拿到过凯 没有用过 不代表不会 就是可能 平时比赛没有拿出来 是因为还没打到BO7 英雄池还够 是的 BO7亮出来了 小义的凯 加上秦川的关羽 秦川关羽也是他战力 对 好 EDGM这边拿蓝和夏侯敦 也是一个前冲击比较强的组合了 对的 做强自己的上半途 没有对胜利的可惜 逆星 逆星 很快将百无遗用 这个阵容的话 就是缺少一个开团手 就像上海EDGM 在前面也用过这种体系 但也很限制你公孙力的一个输出环境 一旦被他阵神给拉到之后 接一个大招 公孙力很难活 对 在团战里面的话 公孙力位置肯定 逆星会死死的盯着 所以这局Sewer的一个团战的环境 可能没有那么好 来看一下后世的范围 范掉了不知火舞 打凯和关羽的比较好的一个英雄 那晚上其实应该不用范 晚上这两个英雄不太怕 然后再看上海EDGM 开始针对了华晨的一个英雄池 翻敌人节 也是要做强自己Sewer在下落一个对线 已经够强了 这个公孙力对线已经够强了 其实这期班我们看到上海EDGM的目的 先两个辅助 大师盾山处理掉 我公孙力拿了 对线已经很舒服了 然后再搬一个敌人节 确保自己的前排在团战里面 也会比较稍微好受一点 没有黄牌的限制 再搬一个孙并防冲 DIG的这一首明世影半 其实可以看一下明世影 跟公孙力和蓝都不怎么搭配 但是如果给他放出来 EDGM拿了 那么你前期也去很难守 对的 然后拿了一个莫死去打辅助 然后湘君的话 他这个再去拿过两次莫死 也是50%的胜率 算是一个开团点 能够接控制 而且可以打断对面公司里的一个节奏 比如说他要操作要连招的时候 一旦控到他 他就很难受了 对 就莫死这个英雄 他可以说他强 但是也能说到弱 主要就是看使用者 他二技能的一个命中率 没错 东皇太医很主动 东皇加盈征啊 而且盈征这局开大招 你正面不好扛 就让凯去吃 只能让凯去吃 因为目前看来 深圳地外技 他们就是一个单前排 只能他去吃了 看最后的射手 射手真的不好出了 拿啥都不好活 因为对线你首先 就不会有太大的优势了 后翼 开团新手 但这个后翼在团战里面 对面又有蓝又有嬴政 加上有东皇 还行 就是拖到了后期 他的一个输出环境 一定是好的 因为能碰到他的点 可能就是蓝和公僧梨 那一心能保 莫子能保 有大招嘛 然后包括关羽会去拆火 所以到了后期 后翼的输出环境是OK的 但是能拖那么久吗 有点难 主要是要把前面 比较难受的一个对线期 给拖过去 对 因为你要想 后翼他的输出环境 肯定是要看对面 来切他人多不多 这局两个刺客 一个公僧梨 一个蓝 两个刺客来切你 公僧梨未定 给他算成刺客了 因为是随味的 确实他的风格 就是这样子 毕竟是这些 巅峰赛榜一招人哥 目前看来 上海EDGM 这局选择的英雄强度 也是非常高的 也是把他们整个 就前两个阶段 常规赛 就是他们胜率 较高的英雄 都拿出来了 这一局 他们依然是 想要去抢着 关键的一局 BO7的话 这局如果说拿下的话 下一局 再把所胜的阵容 就不要去省了 全部拿出来 强势点的话 是有机会的 但是深圳DYG 今天状态 也慢慢地回暖了 包括他们的 前中期的处理 也是相当亮眼 小一看这局 能不能继续站出来 这局 他是队伍当中 唯一的一个前排 这局要看 深圳DYG 前中期能不能抗住压力 如果抗不住 这个压力的话 公孙梨 肯定会很早出来 带节奏的 他会解放加募这边的 一个发育环境 是的 也要看一下 第五局 上海EDGM 进行了一个射手的轮换 ROCK换一下 Sewer换上 那Sewer今天 整体的一个状态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进入到游戏之内 拭目以待 进入到比赛 大家好 我是本场解说七星 大家好 我是老王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好嘞 看下手忙的开局 全军出击 所有人都走着中路 EDGM这边五个人 在慢慢地散开 但是先往中走 先往中靠 莫子一炮 第一炮没中 赢正 A了两架 P回来了一个 小黑一般想不到的是 关羽可能都会走对抗路 那对抗路的这条 中左的这个草 会比较危险 对 一般都是在上半草 没有想到在下半草 就想着 他也是想着 你可能会进这个草 对 他就想拼你一下 好 直接开狂暴 压状态 一几的一个对拼 供存力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对 继续来 点状态 来 想要 换掉了 换掉了 先拿一血 C4打得非常凶啊 上来就是要跟队没拼 打下拼 一分钟出一血 C4想的是 我伤害够的情况下 我跟你一换一 你有可能会被我卡兵 你还少兵 我还拿一血 所以他想的很多 就是让你没那么好发育 确实打的对线 也有很多细节 C4上来的这个状态 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啊 上来先把气势给打出来 对 今天得凶起来 看到华神想要上来补兵 又是上来先点你两下 想要卡他这个兵 吃不到了 华神有点难受 C4他就一直在抓对线的细节 尽可能的就卡住 那个后裔的木刀 这一波荧幕过来了 那这波线就抢了 把线送了过去 河道的视野 下半图的视野的话 都是上海EDGM这边掌握住了 是一个东黄 直接把视野站好了 全民是往上走 但加募已经提前蹲在这个草头 小蹲 现在已经能拍起来 耗一点小姨的状态 抢了一个边路的河道这里 没有选择去打 瞎路啊 C4觉得很凶啊 你一个人压压的非同的凶 对 我想到之前C4工作里的一幕 一个人追着 对面五个人打 五个人打 当时YG的采访的时候 问了他 他说的是 他就经济有压制 然后就正常追上去打了 感觉对面不敢来打 对 交战更优势 他就是要先在对线上面 这是一个心理战 先压对面 对面可能在后面 传战或者什么时候 就会稍微稳那么一点 对 那就给到了C4去凶对面的机会 对 他有经济 作为一个刺客 打得凶我觉得很正常 是的 还有后翼的这个大招 没有中 然后顶回来了一个夏侯顿 夏侯顿大招 闪现咬的东 咬的这个凯 但是没有人去跟伤害啊 凌智这边也被框住了 开了大招一闪拍 开到了队友这边也跟了过来 加木拿到了第二个这个人头 继续往前追啊 但是莫子这边原地开大招 卡住了 小翼也过来进行一个拆火 但自己没有大 其实身板是比较脆的 走位躲一下东黄的三分球 再往后撤 那这个红buff 他就想的是东黄咬你 反正就是真空气 你开了大招 大家不打 步枪不打 知道 等东黄的大招结束了 那凯的大招也快结束了 高手过招 点到为止 我们看到Fewer 他的一个等级 还是压了整整一击 因为河道之灵都能控得到 结果明明再来补个大招 发生还是想着 这个线我还是得吃 承受的太多 我宁愿我掉点状态 这个线我不吃 我亏死了 对线已经被单压了 然后中路再来 消耗一下你很难受的 发育很难受的 这个没办法 我们BP的时候就说到了 这局选择出来后翼的话 他线上就是比较难打 但是他要拖后期 而且华晨没有选择 做一个CD鞋 频繁地用大招去帮队友 开团或者是补控制 对 他考虑了还是对线 出来一个护甲鞋 因为Zero打得实在太凶了 他起码要保证 自己在线上的一个状态 确实做护甲鞋 你可以提一点容错 但是手法在硬的情况下 就是出装真的不能改变太多 对 后翼这一剑 射中了在河道的东黄 没人能跟上海 是的 这份狂人看好的是上海EDGM 李九托米 Alan看好的是深圳DY戟 那这局看好深圳DY戟的人 在第一阶段就多很多了 对 看阎梦直接逼着闪现 阎梦手里是没有闪的 他闪现差一点点时间 对 但是华晨他其实很难受 他是确保自己不死就行了 抗压嘛 但你要真的 他现在对线经济已经崩了 你要拖他的发育 要拖很久很久的 对的 五分钟的时间已经被对面射手压了 以前 这边防御塔推了 可以开始到正面去带节奏了 对 可以当个游射了 来了 看了一个风铃直接转到了 甚至另外系的红区上 ADGM这一波是五人集鞋 想要缺返这个红buff 后一只能给个大 看这个大招能不能中 这一线中了 东黄这边大招同时也咬到了人 小一这边和 颜梦进行了一个互换 加莫一丝血想往后撤 秦川这边开着大招和急跑赶过来 再踩一脚 收掉加莫的蓝 再推回来 是个嬴政 配到队友的伤害 打了个2.7破 后一这个大招也关键啊 对 中了 他中的是加莫啊 他刚好动不了手 对 中的是个蓝 真神拿到两个人 凝职这边大招赶紧走弹 攻顺利 他活不了这波 中路位置的塔直接先破五分半 这波结束深圳进外界打 太漂亮了 人没到 大招先到 管队已经快赢了 再来真神拉一下 这个红buff还是想反啊 算了 没有成绩 不好反 只能走 反了小矣 一波 刚才后一对位的经济差是一千 现在拉回来了500 好 来看一下这波 美如花的团战 这样追这个小矣 因为冲上去了 交了个闪现想听伤害 但一心框住了 然后就是秦川开了急跑开了大招赶过来 重点还顺势 配合莫子的这一炮把一阵给推回来了 控制的时间非常的久 主要这一波 您这个最后还想去守这个塔 对 那想守塔的话被一心一拉 拉回来抓到机会了 就是仔细再看一下 就是深的DYG这一波团 从红区打到中路 他们的控制接的非常的好 对 每一个控制都能接上 不管是震神 或者是莫子的二技能 包括关羽的那一脚踩 他们每一下都能接得上 而且他们每次点空碰到之后 其他人也能跟上伤害或者是控制 所以这个团战打的相当漂亮 不敢再进野去了 嗯 那这一波上海EDGM打亏了之后 可能还是要花 更多的时间去再补一下发育了 本来在对剑期的时候 龚孙黎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但是一到团战打起来的话 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对 因为炸了一波之后 龚孙黎经济没有更高 他现在对于凯 就凯这个经济 他虽然说还压了他一千 但是他点不动凯 是的 继续往前追 看能不能流到 野萌这边在塔下 直接塔下咬了 咬的是个关羽 队友不动手 然后等到他大招时间过了之后 小姨再顶着塔 想去收 收不掉了 那小姨手里还有大招 其他人也来了 莫子帮忙控一下 但还是接不了小姨 这个人头 让Zero的东自立拿下 中路是逼了 华晨的一个闪现 颜本还是比较细节的 他是等到关羽到了塔下之后 他再放大 让防御塔补一点伤害 是的 然后也拖到队友圈过来 那上一地先选择反入侵 这个蓝把 可以反掉 刚才两个人想要去强行追这个冬皇 主要看到这个冬皇起杀星了 追来有点深 伤害都跟不上 是的 关于小姨在塔下 他也想去收 所以多走了那两步 导致说自己没有退路了 然后提前走 就是发现第一时间秒不掉的 直接走的话 其实有机会走掉的 有队友没来接你的情况 你还没破对面的下一塔 你已经在二塔之间打架了 是的 很难退出来 但我觉得这样也是气势上的一个提升 能够感受到他们这局 应该是语音沟通比较激烈的 嗯 前面第一局的时候 我们也听到了 深圳DVG说 想把这次的卡位赛 当成总决赛来打 就是要全力以赴 把士气打出来 是的 等一下蓝的经济非常糟 这神拉拉到是一个冬皇 然后流到了一个冬皇 冬皇小义开始大招往前顶 冬皇反咬 将攻准顺利的伤害 但是冬皇自己先倒了 关羽也跟上来 换伞 结果被莫子的大招给碰到了 你的落点有一个莫子 前面有个凯跟关羽在顶你 就Saver完全活不了 前有了后有 打团的时候完全活不了 而且后翼的这个大招 跟冬皇的那个咬重叠了 对 他只是补了一段伤害 新招之剑 减速一下看一下视野 这一局确实深圳DVG的 这个小控制太多了 而且配合起来 在外面大马路打架的话 好像DVG没什么优势 但是一旦进这个红 野区 就像有了个buff 有个窄口 那个地形把对面的人都聚拢了 每次进这个红区 DVG都能打赢 EDGM也要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要再进这个红 是不是要换一个战场呢 打边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啊 因为在红已经吃亏两次了 就前面打出优势 但是你在这两波其实已经 还回去了一些 没错 就要考虑一下 接下来要对战的一个方向和地点了 而且东皇每次大招给到凯的话 可能关羽就没人能盯了 然后东皇去咬凯的话呢 发现 那么就换不了 这凯太肉了 没人想打他就 是的 而且这个你看 东皇的经济和凯的经济 肯定是不成正比的 这个东皇想跟凯换掉 太难了 他主要开个大招往前顶 反正不管吃你谁的伤害 能吃到东皇的大招是最好的 是的 中路看一下开后翼 开到后翼了 然后东皇直接先咬 咬到是一心一心被动出来 还是被收掉了 关羽在经常 然后 再找找的是赢正 赢正闪现穿枪走了 穆子这一炮炮了两个人 然后小艺这边 还是很能扛的穆子大招 再控一下 但正面伤害不够啊 是的打了很久 但是又有点刮 少了两个CB伤害是完全打不出来了 项目想追 但被留到了 凯这边状态又起来了 先减速一下 颜梦贴身 回点血 看能不能走啊 凯这边再减速 颜梦再贴身回血 再回血 但是颜梦这边有点扛不住了 开大 一下 收掉 扛的非常久 而且颜梦有细节 他一直以小异为中心点 去转他 对 他跟着转的话 那个球的转的速度也在转 所以就会很快的让自己下一个球先触碰到他 就可以回头去 一般我用洞黄偷野的时候也是这么转的 效果很好 很快 这波又是在红buff的这个位置啊 深圳DVG的上半途又是打了一波团 真的红区近地 走进来没有一波团 一滴剑不能打赢 对 三波深圳DVG都在自己上红区打赢了 还是拿着水耀龙 先把这个主宰拿下 然后看这个暗影之境放在哪 可以去选择 放暗影之境盔塔 那就是让秦川这个点先把一路线处理好 嗯 再到正面来打 那这波没有管线 直接想要过来打这条暗影暴君的管 看后裔这一剑 挡掉了 哎呦 那这条龙 扎木拿到了 暴君上海ED剑拿到 然后我们再回顾看那个团啊 虽然其实在对线打出了很高的一个 经济的优势嘛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连续几波团 把公孙力的优势基本上是压制住了 在队友 没有体现出来 对 在队友开到对面C位的情况下 公孙力可以打一点伤害 但如果开的是前排 那公孙力就即便能打 也打不出多少伤害来 而且关羽一旦进场 他就很难活 对 连续这几波 要么就是关羽 要么就是莫子 对他的危险还是比较大的 来手大这波 中了 但是有点远啊 那确实感觉 华晨这个后翼的大 还是挺准的 关羽 闪现咬到了 对我这边直接开始狂暴点 一次写 让随我还是收下了 继续再往上边靠 营正大招 再扫一点状态 他们找到了最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东黄去咬关羽 而且这波是先在他带线的时候抓他 是的 抓带线抓单 抓成功了 他们发现 每波团关羽资源过来的时候 好像 没人能怎么打都打不过 对的 因为像东黄啊 这边大家团战的时候 都已经是先交的 并没有选择把大 是的 没有把大留给关羽 他被迫的 然后其他人的话呢 想去断关羽的大 可能当时的技能都已经交掉 是个真空气 所以关羽前面两波团战进场 还是比较舒服的 是的 后一再一键 看这一键能不能中蓝 中了 小异在附近 开始大直一上来砍 蓝大招 把蓝buff推出去 还是没有反掉在小异的身上 那也开了个苍穹吧 挡了非常多的伤害 嗯 要没这个苍穹的话 这一步肯定就嘎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 日不开伤害还是太低了一点点 起码能粘住锤一套 可以把他打很残 但这个时间段 华琛他的大招命中率 真的是起来了 对啊 我也在想 我再好奇一个点 就他这个命中率这么高 要我补两双CD鞋 他现在是把对线的一个护甲鞋 换成了韧性鞋 他被控 对 他并没有选择补CD鞋 但真的很准 那一键中了 是凝枝 但这个距离的话 控制时间就没有那么久了 慌的是一个前排就没想打了 但结果没有技能 技能真空气 只能往后拉 不打 再拖一下 那下路线是上海1DGM的优势 这个二塔 有机会推掉 刚刚也是看到Sewer 去摸了点伤害 他少一打是半血 就输出桩四剑核心 都已经有了 末世影刃无尽加破晓 还有一个守护哲之凯 对 需要补点误靠 防关羽 对 又是这个红buff 怎么说上海1DGM 来了 凌芝先过来看视野 边缘试探 不敢真的进去 对 后一再来一件 看那个地方 下半草有没有人 在那边看暗影主宰 打的速度还挺快的 快打掉了 打掉了 但小一的位置被留了 被控到了 看一下东皇什么时候出咬 再防关羽的位置 好 阳梦这边在留大 回头要找到关羽了 关羽先批刀 自己想要走 看能不能走掉 被推了回来东皇 再接一个大招 可以到自己队友的伤害 让嬴政这把普攻收下 那1DGM现在学会了 就是我东皇不交大 只要不站得太前 就不会被消耗 逼出大招来 那他只要有大 关羽就不敢进来 对的 知道对面是在骗他的大招 对 这一波防关羽打的很漂亮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从上路开始抓关羽的时候 就知道了 打团一定要先把关羽找出来 或者把它解决掉 是的 那10NDIG这个时候 他们其实正面 想要去留人的话 就是他们主要是打这种 中距离的一个消耗 还是不太适合 跟对面去天脸打 要等关羽在后面去进场 然后 但是现在关羽被解决掉 团战还是得要拖 我觉得这局 还是要拖20分钟了 现在滑车那一个装备 已经可以打伤害了 四肩套了 而且速度关键还不错 有个逐日之功 是的 后面还在补防征 控一下 没碰到 冰线还是能清 现在宁致也不敢随便往上顶 因为后翼的伤害不低 是的 后翼装备起来了 就能看到关羽位置的话 上海EDGM稍微就会 往前 刚刚会往前靠一点 压高地的时候可能会 球稳一点 因为压高地的这个窄口太窄了 一旦被关羽侧面绕 或者是绕后的话完全走不了 但是要暴君 上海EDGM拿下 蓝在等前 能够换复活 但公司里已经有钱换复活了 这一局 Sewer 首先是 蜜蜂花教练在BP上面 就已经帮Sewer做好了一个优势 然后Sewer这一局打的确实 诶 我躲得很快 是的 反应很快 东方街被逼说的展现 凌正在交大往后扫 开了个奔劳 想要追 看能追到谁 Sewer冲上去点 点的是绝鸣 点到了个半血 不太好深追 冲皇看到了关羽也不敢上 而且确实小控制比较多 你刚往前走一步 莫子这一炮就给你控到了 对 而且越往后走 好像深圳DVG这边的一些小控制 就是combo没戒得那么好 他们这个combo 还是太依赖关羽的绕后了 开大逼退 这一剑又中的是个前排 来宁芝 震神再拉一下 又是打到了 杀猴的身上 上下还有兵线 下路位置的话 把高底防御塔磨到一个半血 震神加莫子的控制打到了 宁芝这波没有走掉 还是被刮到了 但是自己进行反打 你反排三个人 三个 这波蓝进场先说后翼 然后小翼的位置先把人顶住 但是被冬皇大招直接咬掉了 开关羽也想收蓝 蓝刚是触发了一个明刀 反规 四个 全是残血 但是没有一个点能够去收割 而且 Civor这波是换出了复活甲 再点一下 小兵 就他自己是一个收割位 但是已经没有人能够补伤害了 Civor来了 当一个刺客打 然后下路位置是有炮车 能推 想要一波 来了 先打一心 把一些线秒掉 不让湘军出来惊献 那一波点掉水井 让我们恭喜上海EDGM 最后这一波团战上海EDGM 在塔下打的还是相当漂亮 他们团战的控制啊 进场都打的非常有层次感 呃怎么说 深圳DYG 选择的这个点是有问题的 他们想起火秒掉一个残血的夏侯 但是您在手里有闪现 反拍三个 反手拍你三个人 然后蓝进场做了一个收割 盾皇的大招也是等你凯的大招 快结束的时候 而且你残血 塔下摇 塔下摇 你很难走了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关羽再想去力挽狂蓝的话 已经没有机会了 队友都倒了 他是唯一的一个收割位 但是他进场已经收了一个了 其他人打残了 对面残血太多了主要是 对面一个技能一个技能打的话 他也扛不住 那在此恭喜上海EDGM拿下了本局胜利 目前是3比2领先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勒兮 这局把CV换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龚孙黎在打对线的时候 自然而然打出了一定的优势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说 DIG制造阵容就是抽奖阵容 就是莫子嘉后裔 像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那波红眼去打赢的团 就是靠一波后裔的抽奖 对 打非常的漂亮 但是实际上正面的一个压制力上 确实没有上EDGM那么强 毕竟EDGM这个阵容 他正面的前排还是非常厚实的 我凝制那一波团战的一个想激火 想激火凝制 反而被凝制拍起来三个 太关键了 后裔这个英雄吧 他有时候真的要点缘分 缘分到了 就是什么都到了 还有就是小一这把他选择凯 真的就很尽力了 但是你当你看到 这英雄能力就这样 当你看到他当处理到一个东黄 都要被迫去看看 他弄死他之后 还没办法 你就很难受了 就那一幕 就那一幕确实就是凯这个英雄 能做的事情有限 男莫女类 就没办法 因为凯这英雄你说他爆发很高吧 但对上一些脆皮确实占优势 但是一旦对上半肉的时候就真的很疲软 而且再加上有东黄 其实整体上ADGM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稳步推进 虽然双方的这个人头咬的很胶着 但珈牧这个伤害战比好低 对他前面就是还是有一段比较迷茫的 但是那一波配合队友把把人送到空中接力下 确实是很厉害 是 那波很帅 来看一下本局的 MVP给到了宁芝 夏侯顿 毋庸置疑 我觉得今天宁芝绝对是上海ADGM的一个MVP 也是靠尔宁芝这把的发挥吧 上海ADGM是送到了赛点局了 对 这样他们心里其实踏实 因为上一把输了之后 其实这把本身就已经气势上很难打 就这种情况下反正先进了赛点 颠不颠再说嘛 对就是 心态是稳的 下一把他输了还有巅峰对决给他们保底 对他心态是好的 下把就是看 DYG什么策略 我觉得还是得给小一拿个 带点伤害 拿个盒吧 我觉得 就是还是 但是还是看Sewer 我觉得先看Sewer 你看这波是没有穿墙 但是反身急火了之后排就过去 其实这把我觉得也还行的 就是虽然说的凯是没有什么商业能力 但这关羽打的不差 我就觉得 这关羽这把虽然说拿了个凯 牺牲到的是自己 但变相的战边拿出来 也不是没有打出效果 但你正面抽奖 就是要看莫泽和后裔 抽不到就是赢正Poker 对 就是可能阵容上面存在一定的一个反制 不过我觉得 确实胆子也挺大的 就当莫泽一出的时候 我们还在考虑 他不会是白礼首决 他下路射手没得选了 他下路射手 别人出到公孙黎的那一刻 我刚才说了 就是我为什么在上一把就推荐 一滴节目 用这个公孙黎 就是因为公孙黎已经没有兑现好打他的 就鱼姬已经用过了 李源芳这种抗压摄影用过了 而敌人杰的话在第二轮你可以看到EDG只搬掉了一个敌人杰 是 就是这公孙黎 现实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无敌的 没有什么天敌了 那么压力现在来到了DYG这边 因为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的重要性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生死局 那么 DYG在对方的赛点局我感觉其实选择也非常的有限 嗯 DYG他们把实际上他们的阿古多马超是非常喜欢配莫子的 他们把莫子拿到了这一局 然后看一下怎么做一个处理 我是觉得有莫子这个也别在这种时候用 这套体系他就不那么稳 而且小一又得是一个阿古多 对 我觉得这种关键实在对面赛点局 阿古多马超不要拿 真的这个风险太大 是 你还是要把这个核心的关键点要给到小一足够多的一个 就是我非常认可上一局秦川关羽的发挥 我觉得打得非常好 但如果我是教练 我在这个时候 还是会把局面交到叶和爽上去 我觉得会更踏实 好 童老师带来本场比赛的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多我一次了 同队有个那个 他就稍微 看了这种 多我一次去 你再应该死 对 对 对 你再没闪的 别被换 男可以收的 现在跳了 来 跟着 我回家了 我一点拿都够了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还有副后果 人操作 我有剑了 我回家了 你能探紧12分 12分 12分20 你能探紧12分20 我在靠 需要我靠吗 啊 看出了 砸了 半角搞得 反攻 对关了 对关了 接下来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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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接单 回忆回忆 没招力行 好 保重太 我行线 把线可以推了 我输了没大多 我输了 来 来 一波一波 开始 我觉得有一点是这样的 我们先说说小一的那波 确实还是蛮绝望的 击杀就发出了一声怒吼 变身的怒吼 对 那也没办法吧 毕竟是个凯 你真的 你再给他一点经济 他也很难说 可以迅速击杀到三球的冬黄 同样是一个想夸EDGM的点 是在于 之前上一场BO5 他们所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 让我们油门踩得太猛 一波势头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中期 或者后期 就突然一下就猝死了 但今天的上海EDGM 刚刚那波处理的 还是蛮谨慎的 是 整体来讲 这个肯定是要去解决的 还是看下巴 下巴 DYG 他们在对手的赛点局 选择一个蓝色风 前三楼 镜是一定要拿的 对吧 镜是一定要拿的一个情况下 肯定会配一个坦边 现在就问题来了 在红色方的EDGM 要不要去选择马可 因为红色方的马可 换线了之后 反而对坦边 是一个很优势的一个对线了 这个可能是EDGM 下一把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点 我就对于EDGM来说 就相对来说好一点 因为其实虽然是 DYG的一个主动选择 但是其实现在 在英雄是所剩无几的情况下 EDGM大概率是能猜到 也不一定 马可这个点 还有一个点 就是明世尹 这个点在三楼的藏着 也很关键 但这个时候心态真的得稳住 是 因为我们前面聊过 开赛前聊过 现在两支队伍的情况是 如果今天这场比赛 赢不下来 后面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假期 这个EDG的比DYG的长很多 更长 所以说对于哪怕是领先的EDG 他其实心态上也会有所波动 对 因为其实人越到看见终点的时候 你心态越容易波动 他马上离胜利就差一步的时候 两支队伍都一样 因为今年的这个赛程的原因在 那假期实在是太长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谁心态好 我觉得谁有优势吧 阵容的东西 我觉得只要不是时灵开 都可以放一放 都可以先放一放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其实通过上一场比赛 焦卓的这个人头比 相较于前三场 前三局的这个形式来看 你会发现双方已经放开很多了 但是这种越到这种关键局势 就是在于你对BOT的这个心态 是否有足够多的把握 能够吃下对手 用四标去终结对方 这对EDGM来讲 我是全队上下所有人的考验 而且对于深圳DYG来讲 整体BP的选择 包括他们选手的情绪安抚 石榴究竟会做怎样的一些部署 然后把时间交给解说起 那些课程 可以讨论 是一段述的 不厉害的 那么可以讨论 就可以打算 我们把钱评论 我们把钱评论